雅样水牢中心幕后有一个很特别的老板 他叫做皮耶法博 我们说他是个很特别的企业家 他拥有法国第一大的独立药厂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是以草本植物制药这样的技术闻名于世 工薪年的营业额可是高达有18亿的欧元 统统都是独资 如此富有的企业家 他却一生没结婚 没有小孩 最近才刚刚过87岁的生日 他如何处理他庞大资产呢 据了解高达6成5统统都捐给基金会 那么事实上他个人向来是很低调也很少露面 这一次中天的主播洪淑芬 难得有机会也造访了皮耶法博的私人庄园 我们带你一块来认识他 法国新南部小镇Caster 隐秘的山中有一座庄园 景色甜雅迷人 私人庄园有一位女管家和三位主厨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少数贵宾服务 玩愿的终样贵宾穿上华丽衣裳 优雅地品尝香醇红酒 想象多少贵族也像这夜般 卑躬交错笑谈功声 红酒是庄园主人的私人葡萄原谅的 不对外贩售 连矿泉水都是自己的工厂 玻璃装罐 市面上买不到 高规格的接待 第一道前菜就触动我们的视觉和味觉 精致的法式料理入口多层次 庄园主人自己对食材也十分挑剔 三个小时晚宴的钟月章 推来一车各式口味的起司 任君挑选平衡味蕾 这是牛奶奶奶奶 这也是牛奶奶奶 这是牛奶奶奶奶 这是牛奶奶奶奶 这也是牛奶奶奶奶奶 这是我们的道路 那就是一个这个更山区的那种 那这也不远 这也不远 你这也不远 那你要去哪一种 被绿林拥抱的小城堡 位在森林深处 从大门进来还要开车五分钟 建筑设计低调典雅 白窗粉墙 配上法国梧桐 更显主人的品味 这座位在法国西南部的庄园 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他目前的拥有者 P.A.法伯先生 就在这里招待全世界的彼得 P.A.法伯是法国知名事业家 1971年买下庄园 在这里住了40年 这里也是他和世界各国企业家 会面的招待所 台湾上市公司老板 也曾经飞来法国 在这个房间 和P.A.法伯洽谈合作事宜 离庄园五分钟路程的马厩 现在改装成一个展示间 展示主人的事业版图 P.A.法伯拥有法国第一大独立药厂 以草本植物制药的专业技术闻名于世 全球有180个销售据点 年营业额18亿欧元 为了掌控企业发展的方向 和产品的严密品质 他的事业全部独资 没有公开上市 刚过87岁生日的P.A.法伯 没有结婚 庞大的财产没有继承人 2005年 他就已经将65%的资产捐给基金会 虽然年纪很大了 但与他共事的部署形容 现在P.A.法伯每天还是工作10个小时 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 只是他为人非常低调 鲜少露面 连公开的照片还是15年前拍的 P.A.法伯是卡斯特著名的药剂师 使之改善人类的健康 年轻时从长春藤研发出治疗静脉取章的药物 之后专精于专业药品 家庭保健和医学美容三大领域 昨天P.A.法伯总部本身就是个绿建筑 开放的办公空间都像植物温室 大片落地窗外 也是令人心旷神疑的绿地 对员工的态度与产品的要求 都反映在细节上 把美容保养品当成 制药一样的严谨态度符合医学标准 不仅成为欧洲销售第一的保养品牌 也打造出了P.A.法伯的医学美容试验